科文哲 他在基本上利用2014 要去各地方布點是確實的 但是他布的點能不能成功 他的所謂的外溢到底有多強 如果黃文齡開出來的票 依然是少 而消暑率的票無法撼動藍綠 而只是一個 可能是18 28這樣的票員 18多的票員等票員 其實反思過來 對科幣並不是好事 對科幣並不是好事 但現階段他就一直在這邊跑的時候 我不認為他越到中南部 這一些地區 他的聲量能夠緩取多少票員 我是打問號的 我是完全打問號 因為等著11月24號開票 看他量能有多大 其實應該是講衣夫哥某部分 我認同 但某部分可能大家看得更細一點 為什麼會有分層次去站台 台北的時代力量找學姐 彰化找柯媽媽 因為士林北投有陳正宗 新竹他自己去 對不對 為什麼 新竹是互相 當然現在的來講說 以所認同卡獲取是一個 一個防火牆 或者是說一個藉口 但我必須要講 對 我先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新卡 從以前有選舉 民眾可以自主選舉 有投票權到現在 通常是市長簽認同卡 沒有人在議員 或者是里長幫你簽認同卡的 是你市長要認同我的主張 我才支持你 我有一些團體民眾 他有點本末導致的 今天黃文霖在彰化 其實我跟黃文霖也非常非常的熟 我們私底下都有在聊天 但我也常常勸他說 你是不是要重新 來思考一下你的路線 那他一直都直接選縣長 對 那我必須要講 柯媽媽去也說 是柯文哲叫我來的 那是不是柯文哲也把黃文霖等同於 說你只是第二層的 我不用找學姐 因為彰化學姐可能沒有作用力 那彰化學姐可能在 比較都市的一個城市有作用 那如果說以 比較中老年票 那柯媽媽 柯爸爸去 當然有一點說服力 但如果黃文霖今天的民調做出來 可以有沙喀都會天下的時候 你看柯文哲去不去 他一定去 柯文哲現在其實 他每非是在泰市他2020的實力 他當然希望每個人都來找我 他很會放假消息 譬如說讓新聞炒作 假…譬如說 那建議員有一個問題是 他不是講說禁勞金 他是批彰化的禁勞金 發放的問題嗎 對 請教一下 黃文霖他要選管上面的人 他在這個部分 他敢簽說 好 我就是上任之後 我不發禁勞 那你換個角度 黃文霖如果不靠柯文哲 他有誰可以靠 他的票數跟上次就一樣 他當然希望就是 破釜承舟的一個方式 我以前都沒有人給我畫 我用五檔級的我來選 台聯黨來選 我的票都沒有上來 頂多是5% 但是今天我靠柯文哲 我自知死地而活生 搞不好我可以變10% 15% 有沒有可能 對他來講 也是賣掉 對他來講一定會有進步 在他政治的一個分數上面 他的分數就加分了 所以說以黃文霖來講說 他簽不簽任同考 他要簽的柯文哲 還不一定讓他簽 因為你沒有實力我為什麼要讓你簽 我現在要的是我的柯家軍 我現在要的是希望說 你實力夠的人 我柯文哲可以直接幫你占打 但是如果說你的實力 我還在評估 你像士林北投來講 他不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幫你占打其他人我怎麼辦 其實他我在講說 台北市的選舉他還在 最後的考題難關 他正在面對 也還沒有考題出現 但是慢慢會浮現 但以外線是我個人認為 他只是在尋求一個 你們大家都要找我 好比我剛才所講的 他會放消息 你說北農總經理叫那個 吳英寧 吳英寧 吳英寧他有答應要去台北市 所謂的一個備詢嗎 那農委會主委有真的跟他談了嗎 據我了解根本沒有 那他放這個消息的意思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是轉移焦點 那第二個 他今天說韓國瑜跟他碰面了一個多禮拜 事實上問起來韓國瑜說 我半年沒有遇到他了 那目的在哪裡 柯文哲在製造 抬高自己的聲勢 選舉或許有很多種方式 柯文哲的方式 你仔細跟他回想 他還是有所謂的實力非實力 然後還是有等級分配 好,不知道有沒有真的有等級分配 有實力非實力 講清楚一點 時代力量跟非時代力量 那都是算計 他本人才會去 那如果不去 他就叫韓國瑜 叫他爸爸媽媽去看看 那如果有機會 先後面他才去 你假設今天的尚藝夫 參選 有可能會去他就去了 週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直到了週末版